大家好,我是明贤四个地道的福建人 家里有手抓饼的试试这样做,这味道绝了 首先准备猪肉末用角肉机搅碎碎的 有力气的用刀剁 5片手抓饼,6片7片都可以 肉末里调入料酒,生抽,盐 少许胡椒粉 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搅拌至猪肉上进 然后准备葱叶切葱花 较好放入肉末的碗里 用筷子再搅拌一下 搅啊搅 搅成这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取出手抓饼 手抓饼提前解冻5分钟再撕掉保鲜膜 再把肉末用勺子均匀地抹在手抓饼上面 抹上薄薄的一层四土豪的多抹一点 然后把它捡起来 全部剪好再从一端剪过来 剪啊剪 有点像蜗牛 再盖上保鲜膜按压成饼 揭开的一刹那大功告成 平底锅刷上使用油热换入肉饼煎 用铲�膜移动一下使它受热均匀 用铲子移动一下使它受热均匀 然后翻个面 现在是微缓状态 盖上盖子小火煎3分钟 再打开翻一面 火别开大了 否则就煎得黑不溜秋的 加盖小火再煎3分钟 打开差不多熟了 按压不塌陷就可以了 看我流口水了 生活要有仪式感 必须把它整齐地摆好 我们打开一个看看 里面每一层都是满满的肉馅 这样做的肉饼外酥里卵 肉香葱香手抓饼的香 总之一个字香 喜欢的可以试试 感谢您的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和关注哦 不喜欢也可以关注 我们明天见